大家早安 全都市場時間 我們持續帶你來關注的是 美國國務院5月5號的時候 更新了官網當中的美台關係現況 將對台六項保證納入一中政策 並且確認台灣是美國印太的重要夥伴 更是刪除先前2018年版本當中的 台灣是中國一部分不支持台灣獨立等字眼 引發外界討論說 美國對台政策是否有所改變 但現在新版本出爐了 來看到的是最新的美國官網對台的敘述 並未援引美中三公報內涵 此外包括了像是台灣是中國一部分 還有美國不支持台灣獨立等字句都已經刪除 美方明確定義一個中國政策 是以台灣關係法美中三公報 還有對台六項保證作為指引 而現在美中關係持續交鋒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參加外交事務 雜誌百年紀念活動的時候就表示說 美中雙方在國際秩序上最為顯著的區別 是在於美方是尋求建構秩序 雖然是不完美但是是自由的 但中方尋求的秩序是不自由的 針對此事大陸外交部也有所回應 布林肯國務卿聲稱 美方尋求構建不完美但自由的秩序 什麼是不完美但自由的秩序 是指美方可以為所欲為 而別國只能言聽既從 亦不亦趨嗎 是指美方才可以隨意軍事打擊其他主權國家 而別國只能忍氣吞聲嗎 是指美方可以肆意非法 但便制裁其他主權國家 而別國只能逆來順受嗎 是指美方可以毫無底線攻擊抹黑 打壓遏制其他國家正當主權安全發展權力 而別國只能束手待載 絕不還手還嘴嗎 這不是什麼自由 更不是什麼秩序 而是霸權霸凌霸道 是美國及少數國家炮製的加法半規 而再來看到的是美國又傳出槍擊了 這是在威斯康星州2號發生 有一名槍手攻擊葬禮的事件 造成至少有5個人受傷 當地警方也在推特上頭證實說 當地時間2號下午2點多 有名槍手在當地的公墓開了多槍 警方已經封鎖當地進一步的來調查 不過在這起槍擊事件發生前一天 奧科拉荷馬州當地出醫院 1號的時候也發生了強案 那麼槍手是殺害4個人 並且親身 當局現在表示說 兇嫌的犯案動機是因為他的手術背後疼痛 作案的時候當天他就購買了步槍 去殺害治療他的醫師 而其實美國的槍支暴力問題是相當嚴重 上個月才發生兩起重大槍擊案 包括了21死的德州小學槍擊案 還有10人死亡的紐約州超市槍案 而持續關注的是 俄烏交戰到今天剛好是滿100天了 烏軍在東部頓拔斯地區是節節敗退 只剩下兩座城市苦手其餘都已經失守 而路干斯克州以西的盾內斯克州 也遭到俄軍空襲轟炸 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就表示說 全國的領土已經有五分之一是落入俄軍的掌控 而這面積已經超過了荷蘭、比利時 還有路線報加起來的總面積 今天在這間的領土地區 在這間的領土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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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人变成外国人员 比较5万亿 这比较女士和孩子 离开了 高龄96岁的英国女王 今年登记已经是70周年了 英国现在也展开了 一系列的庆祝活动 而第一天的重头戏 就是白金汉宫这边的阅兵仪式 而96岁的女王呢 也在这个白金汉宫的阳台 来对国民挥手之意 不过稍早的时候 官方表示说 因为女王的身体不适 所以其余的活动就不再亮相了 以上就是这一节的全球现场 全天候现在都是使用 旺旺水神抗菌液 它的成分是 微酸性电解磁氯酸水 跟病毒细菌作用之后呢 会还原成水 不会残留 而且呢没有污染 儿童孕妇呢 都是很适用的 哪里可以买到水神生成机呢 就是上我们的快点购